长辈总能看到别人的好处 老刘啊 前几天我去那个温泉山庄 挺好 等今年入秋了 咱们几个一起去啊 行啊 你上次跟谁去的 妈呀 别提了 我跟我小姑子一起去的 怎么回事呢 前几天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 说 嫂子啊 我们单位疗养 可以带个家属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 领你去啊 我还想啊 太阳从西半出来了 结果小姑子那个人 有这好事还能详细我来呢 后来我才知道 他对象啊 没时间 然后他打算带我婆婆去啊 人单位不让 说那个家属年龄太大了 怕出事啊 这不都去不了了吗 他看别人都能带家属 他不带家属 这他不就吃亏了吗 太想起我了 你看我小姑子这个爱战里的性格 也有好处 去了感觉挺好的 还行 那个池子还挺大 去的时候我不是没带下水的衣服吗 我本来想现代一下 我小姑子 嫂子 你花那个钱带什么 你这个衣服穿一次 你下次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给我要了一次性了 没花钱 你去几天 两天 别提了 我头一天去泡温泉 不是感觉挺好吗 想第二天再去泡啊 谁知道 去了一个旅游团 那一边是什么 一群老太太在池子里边泡 哎呀那些老太太 那个池子不是公共的吗 那些老太太啊 就在池子里边搓灰啊 哎呀那个搓的呀 人家那个旅店里头都有淋浴 你说你洗干净的再去泡 对不对 不 就在池里边搓 哎呀胳膊搓腿 一顿搓呀 我一看 妈呀老嫂子 我不下水了 我在那泡着啊 旁边是群老太太在这儿搓灰 那倒不我嫌恶心 我第二天我就没去 晚上啊吃自助 吃自助啊 我不好意思 我就拿那么小盘菜 我小姑子 满满当当一盘啊 看我还说 哎嫂子 你怎么就拿那么点菜 多拿点吃 没告诉你们 我小姑子这个性格啊 出门了跟外人在一起的时候 哎呀他向着你 有什么事啊 他都想着让你占点便宜啊 在他们自己家呀 我这个嫂子就是外人了 知不知道 哎呀他就怕我占他便宜 我小姑子就这么个人 啊 这不我吃上了吗 吃一半 我小姑子蹭下站起来了 往那个取菜地方跑了 我想怎么回事啊 上了一盘鲍鱼 我小姑子警惕性真高 上鲍鱼 他第一个看着 去夹了八九个 一共就那么一小盘 他夹那么多回来 来 反饭吃 我一想 反正都他们单位的人 他都不嫌不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吃 吃警惩 我小姑子这个人啊 就这点好 你跟他出门啊 吃不了亏 等今年入秋之后啊 咱俩 我看看再叫上李娟 咱 对了 想到他李娟跟孙姑父 吵吵起来了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为什么 好像是因为孙姑父 他们长得有个女的 怎么回事 还能听我跟你讲了 那天我上街啊 遇到李娟了 我看他那个表情 在里面 在里面